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去一些很實際的應用的問題上 天災人禍 這幾年很厲害 現在據我們做節目的時候 勾了熱死人 連美國都熱到媽媽都不認得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一個一直都難解決的問題 就是地震的預測 預報了 這個在日本方面是相當之重視的 在這方面有什麼新的進展呢? 剛剛這個星期 也有一個挺吸引人注目的 一個地震預報的發展消息 就是說什麼呢? 我們傳統上的地震預報 很多時候你要分析一下 有沒有一些前期的震動 古怪的訊號 從一些徵兆那裡去看看 可不可以多早預報出來 現在我們看到一些 相信是比較可靠的地震預報的方法 都是看一下地面上的一些 有什麼獨特的震動的訊號 預先已經出來了 其實就是說 某一個地方發生的地震 它的地震由鎮央傳出去的話 因為它穿過不同的地層 它的角度不同 令到它有幾種不同震動的模式 以不同的速度去散出去 所以它透過量度這些不同模式的 哪個先抵達 我們就知道後來 真的有一個強勁的震動 是什麼時候來呢? 是有一些這樣的希望的 那麼我們香港就比較少一個這樣的親身經驗 但是如果大家有留意 有朋友如果在日本 或者你是買一些由日本買回來的手提電話 你會發覺它裡面是多一個 預先加載的一個APP在裡面的 那個APP很多時候是跟一些危難緊急逃生的通知是有關的 那麼甚至乎就是很多不同的國家地區 甚至乎你台灣都會引入這套系統的 就是說如果是有那個地震要預報給全民的時候 就可以突然之間去 就是在各個大家用的手提電話裡 做一個全國的廣播 就說快點去逃走 那麼因為由那個訊號發出到真的震出來的時間 是說的只能夠以秒計的 這時間可能30秒內你就要做反應 你想一下就是由那個預報系統出到 到到SMS出來可能已經過了一個十幾秒的反應時間 到到你收到這個訊號要走出去 可能是剩下一個更加短的時間 那個真正的地震就會來的 那麼所以這一種就 就是我們現在有一個既定的預報系統 但是很趕急 但是希望也是能夠早到十幾秒就十幾秒 救得多少人就多少人 那麼大家仍然是不停地思考 我們有沒有辦法是再把這個預報的期 再是退得早些呢 我們可不可以再找多些其他的徵兆來幫我們去預測呢 那麼大家說不是的 我們養一些蟲啊 養一些雞鴨啊 他們會是聞到一股氣味的 那麼他們就會很快給你反應 這樣就告訴你快要來地震 但是通常是這樣的 你看到那些這樣的老鼠爛出來啊 那些雞鴨亂跳的那些這樣呢 其實他們不能告訴你 地震是在三個小時後來的 還是三分鐘後來的 那麼你如果想要一個很客觀的標準 告訴你真的什麼時候來呢 那麼在剛剛這個星期的其中一個研究裏面呢 他就聲稱一下 他就能夠做到一個提前一兩個小時的一個預報 那麼暫時的數據分析度呢 就看到一個都算是理想的結果 那麼他講得理想的結果是多少呢 那麼其實都是講那個的準成度 都是去到九成左右啦 那麼他運用到的技術就很有趣的 那麼他原來呢 就需要將一些全球定位系統 這些GPS 都放在各個的探測點 然後呢 就嘗試很精確地去量度一下 在每一個座標上面 他會不會有些很特別的加速度去量度到 那麼他的儀器就是既牽涉到你要量度加速度 以及量度一些他的座標 而且在量度那種加速度呢 是一種很微弱很微弱的加速度 他不是在特定的一個位置 他應該需要將很多的探測器 散播在一個比較大的範圍 那麼如果說的是日本 台灣要用的時候 應該甚至乎要說的是 真的在全國很多的地方 要擺很多這樣的監測站 然後將它呢 報導出來一些感受到 一個很微弱的加速度 看看會不會有一種 整體上 同時幾個監測站 都能量度到一個趨勢 在出來了 就代表著一些很大範圍傳過來的 一些微弱的震盪 那麼其實呢 這個有少少呢 就是 你可以用一個這樣的比喻 很多時候的地震呢 他不是真的震出來的時候呢 他兩個板塊已經硬到大家張力很高 或者已經某一個突出來了 然後呢 大家只是吃著而已 然後大家再硬撞在一起 吃不住的時候 突然之間 一個板塊和另一個板塊 直接滲了一滲 然後地震就出來了 所以呢 大家頂到好行 有一個是頂到曲了熬了 然後還沒有滲下來 出地震的之前那一刻呢 就照計有一些很微弱的地殼的移動呢 是能量度到的 現在呢 原來他們提出的方法呢 基本上就好像呢 去嘗試去量度到那個呢 在微震之前那個很微弱的那種 即是地殼的形狀的變化 而且將它呢 是用那個 無論它的位置高度和加速度呢 都將它的數據收集下來 那麼大約就可以分析到呢 其實哪裡開始準備 就是快要滲下去了 這樣的意思 那麼現在就是 去做一件事就是 去擺這些儀器周圍去量度 然後希望再搜集更加多的證據回來 去證明自己這一套系統是活動的 那麼暫時他們已經出到一個的 初步的結果呢 就是說 暫時可以做到 如果你是超過四十多個小時之前呢 就出來的那些數據沒有什麼意義的 但是呢 就會發覺在真正地震之前的一個小時 或者兩個小時出來的那些訊號呢 你就很有一個余報性呢 就告訴你聽快要發生地震 那麼這個研究 其實我覺得呢 將來是值得繼續去 繼續留意下去 看看他們呢 在累積更加多的證據 甚至乎真的進入實際使用的時候 能不能夠真正去成功地去預報到的地震 那麼這個我會認為是暫時來講 一個叫做 我們看到算是能夠預報的那個時間 是可以擺得是最早的其中一個的研究來的了 也都是需要去到那些用到GPS 這些這麼精密的尖端科技來去做 那麼他理論上我聽起來都挺有說服力的 但是他這個說法就是說呢 那個GPS的感應器要比現在準確一百倍 是否可能這個 哦 絕對可能 那 應該這麼說 他現在這個GPS 他是用著 是不是用著那個軍用級的GPS 還是用著我們傳統 我們譬如自己手提電話都有的GPS呢 就是一般你如果不是軍用的時候 你用不了那種靈敏度的 你用不了那個準確度的 那如果我這個研究 他的研究本身就不是在美國那裡做的 應該 法國 是啊 尼斯 這個其他一間大學 是啊 是啊 但是如果這個研究擺在LA那裡 擺回能夠在美國那裡再嘗試實踐一下 甚至乎由美國那裡自己向軍方申請一個更加 可以準確度高的一個全球定位 就是這樣去再試一次的時候呢 我覺得就是會很有意義的 換言之就是現在如果是技術上可行的話 其實這個都應該會做到的了 看它來說 暫時這樣看它來說 似乎是應該是在現時科技來說是可行的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說 它累積更加多的數據 令到告訴我們這個準成度可以去到有幾高 暫時是看到 它們從數據分析上面就知道 那些信號的變化 和最後又沒有地震的關聯 在地震發生前的那兩個小時 就會是找到一些關聯度很高的信號 那麼這些東西很多時候 可以由一些我們現有的數據去參照 當然未來真的嘗試放在現場實戰去做 去累積更加多的數據 那我都預計它會出到理想的結果 嗯 這樣說 但是看到後面的照片 就像這樣 那你沒什麼做到還是要走的 是的 是的 但是提早兩個小時 就可以有很多事情做到 是吧 醫院可以撤退 醫院可以撤退 甚至你可以執定行李 慢慢的 撤退 是的 搞完網上check in 是吧 是的 你有足夠的時間去 尤其是去到一些牽涉到醫院 安老院 一些可能是行動不變的人 需要緊急援助的人 那你有足夠的時間去準備去逃生 但是地殼的變動為什麼這麼難遇上呢 地震那個 那件事 從來都是這樣的 那個比喻就是 你去倒堆沙 落個沙丘那裡 究竟什麼時候會出現一個山崩呢 你落很多雪在山頂那裡 什麼時候會出現雪崩呢 沒有得預報的 在哪個位置突然之間 爛出來又爛 是不是 對於地震來說呢 我們嘗試掌握幾樣東西 如果那裡是比較接近火山爆發的地方 我們看他們的岩漿的活動 附近的那些溫泉 和那些死火山、垂火山的活動 所以你說在日本方面 它就想到很多了 富士山 它下面在受的壓力 它那些溫泉 那些溫度的變化 他們嘗試在大自然找很多不同的參數 來看哪一個參數 給出來的預報性是最高 甚至乎用到動物 他們都有用到的 但是始終只能夠說 它的壓力正在上升 但是壓力上升什麼時候有呢 這個就不知道 我覺得這次去法國這個團隊 它做這個研究最有意義的地方 就是它似乎找到一個 真是可以 幾有一個有用的 有預報性的一個參數 而那種參數是一個很微弱變化的參數 而是應該用我們現時科技都能夠量度的 這個我剛才都 我都聽到 因為這個是一個表徵 但是我想問一個本質問題 就是地震本身是不是一個混沌的現象 嗯 是啊 是啊 就是你無法用 就算你建立到一個地震的模型 這個模型都不會代表有一個預報性在那裡 它可能有一種統計學上的數據可以告訴你 在這個結構之下 它會在幾年之內發生地震的機率有多高 它只能夠給一些這樣的統計學上的結果給你 但是對於實際上你要知道 Exactly 是哪一天多少點強到多少呢 我們是沒有這種能力的 我們是沒有這種能力的 那在物理學上為什麼會 就是這種混沌系統和我們講的線性系統 有什麼不同的呢 那這樣說吧 正正就是因為它是非線性系統 就是它的因和果不是那麼簡單直接 它裡面很多不同的參數 那個系統本身是很複雜的 它累積的壓力如何去施加在那裡 你當時那個密度分佈有一點點不同 就令到它可能最後的結果完全不同了 就算你用那個山崩雪崩的例子也是 你下了那堆雪 它是不倒就不倒 但是誰知道上面有個人突然叫了一聲救命 那個聲音令它震了下來 可以是一種呢 你的條件只需要差很少很少 就令到最後出現一種雪崩式不同的結果 那這件事本身就不是一個很簡單的 就是用一些一堆線性的方程 就可以給出來的一種現象 我們舉個例子 比如說我打桌球 那個球有多大力撞下去 它一定是以一個比例出回來 但是非線性系統就不是的 可能你碰一碰它之後整間大廈會倒塌了 嗯 是 那種就是蝴蝶效應那樣的 就是 那這一集就結束了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來吧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